看早春花漸汗 听万风心在痛 你在我心上流影 我给你平凡率性 闭着眼睛歌声天动听 起此感觉更多情 会更加尽兴 我接下来有很多项目要大家追踪 大鹅居屋翻新工程? 我一向都不接这些工作 我们人手短缺 我们每个人有几个项目在身上 所以挨下意气扣除它,好嗎? Mangus和Joe负责周先生的单位 都七七八八,应该很空閒 他们还有顾先生的拼偷笑 他们兼顾不了那么多 顾先生是我的熟客 其实我和Joe手头上 还有很多小项目要跟着 我怕是代曼顾先生而已 傻了吗?这么好的机会也不扮 不用多说了 是顾先生指明要你们两个帮忙 原本我可以帮忙 但刚刚和盛田先生落实了 我们将会和他合作 搞梦运山庄这个大项目 所以麻烦你 好,做年纪 有时也要扯下猪头骨 让你明白事理就最好了 说回梦运山庄这个项目 其中一个伴侣,金仲 他看我们曾经做过项目参考 我选了华礼居 Roger,你准备华礼居的资料 是不是联络那边的管理处 选择好这个单位给他们参观 好,没问题 我去佛山几天 我回来之前 要你处理好所有文件 找个人帮你 上网上找的是我的强项 华礼居资料交给我 好,交给你 好,散会 莫先生 这份是我找人做的 冒幻山庄的风险评估 出来的结果似乎不太稳健 可能你对 但是今次是Duncan翻身好机会 我没理由不支持他 况且我们公司占的股份 比例上来说很小 而且还有进风贷,万种金种 分担风险 我觉得可以高危险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公司 没有这个必要接这个项目 没有那么大的危险 不要再说了,我决定了 其实盈姐 只是为了公司的利益着想而已 你回来明白的事更好 你估计你的下属,叫什么属 裘叔 裘叔 有客头属的英文差 他连代卦客家具店 因为英文太差 对不起提货单 裘叔已经报了职业英语进修班 我觉得我们可以给他多一点时间 如果他不能够维持营业项的话 我保证 跌下的话,在我份量里扣出来做补贴 好,一人认头就行了 没事,三位 你们俩之前也见过了 这是我们老兄弟 你好 你放心,我们那些家店 就想要看了新鞋 一定把那个房子写得非常非常漂亮 就以后反正在内地这一块的话 如果有机会 可以帮我内地那些人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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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 好 好 三位,不好意思 万总,电话 要开了 公司有点事,我得先走 明天有时间 带你们在佛山逛一下 我要回香港了,我还要工作 这么不巧 我还准备安排 宴请你们吃荷花雀呢 没关系 他没吼,你请我就可以了 明天见 免贴而已 谢谢 好,以后看见表现了 我猜不到你这么残忍 为了吃荷花雀而留在这里 我留在这里是想参观一下那间厂 看看他的家电 是不是他所说得这么厉害 猜不到,做事越来越謹慎 见过鬼还不怕黑吗 那你留多久? 我想几天了 有没有通知去见见? 现在非常时期 二女私情先放在哪里 那你也回过电邮给人 他送了很多电邮给我 我哪有这么多时间回覆 再加上我也不会打中文 不用打的,就行了 阿杰,我现在在佛山工作 我很忙,忙到没时间回你的电邮 但其实有很多东西想跟你说 你等我 阿杰,我回来让你吃饭再谈 肯定 大哥,你这么哄女孩的吗? 你突然叫我表白哥哥 你可不可以让我酝酿一下 开始 你好,阿杰 我在佛山工作,很忙 忙到没时间回你的电邮 希望你不要怪我 我当时有很多东西想跟你说 你等我回来 我和你吃饭再谈 你吃饭了 叮得到 兄弟,不要说我不支持你 我现在把你的诚意重新包装 把他整理好 你好,阿杰 宇伟雨 instructions 女卫月姐姐用 視为她记者的死 我幸好能够遇到你 你连近我和爸爸的距离 謝謝 女為乙姬則用, 視為自己則死 我們在茫茫人海裡, 沈憶至深淵 我幸好能夠遇到你 你乃近了, 我跟爸爸的距離 你愛有了一個更好的男人動力 光看片子好像太悶了 但應該差不多配合智琳的情歌 有些愚蠢嗎? 每個談你愛的時候, 還是有所謂的 去吧 女為乙姬則用, 視為知姬則死 對, 我們在茫茫人海裡, 沈憶至深淵 我很幸好能夠遇到你 你拉近了, 我跟爸爸的距離 你愛有了一個更好的男人動力 我愛你, 我愛你 先生, 想買什麼花? 還沒有心水 送給女生的 送花給女生, 也要看看你們有什麼關係 剛認識的, 正在追求的 還是已經在拍拖的? 還沒追求, 但相信大家都有感覺 那對, 送紅玫瑰吧 紅玫瑰的花魚代表愛情 你送廿四支給她, 就代表向她時愛 送四十四支 就代表你對她的愛是至死不渝 我想她應該不喜歡紅玫瑰 那不要緊 其實你可以選擇其他花 火百合, 香水百合 或者屈甘香都可以 這盤花的花魚是什麼? 對不起, 我不知道 紫蘿蘭花魚 紫蘿蘿? 就這盤嗎? 先生, 追求女生要說誠意 你出手這麼欣賞 突顯不到你的誠意 何時開始買花便宜和貴 和誠意掛勾的? 謝謝你五十塊 是誠意? 黃叔, 你們說什麼這麼高興? 請問你們, 拿什麼? 你看 誰送這麼大的果欄和花來? 杰姐, 她們每個都猜是世田先生 不過我只是覺得是粉絲送的 你專門爬液水, 輸了就別罵人 你們這樣也拿來賭 她們聯誼活動, 玩玩而已 我也是買寵世田先生送的 你也跟她們一起瘋嗎? 你看看 簡潔, 希望你喜歡我送給你的禮物 甘勤 謝謝武哥, 一個月有下午茶了 謝謝武哥… 這些哥哥大過母仔那麼多 吃人家整個月, 不好意思嗎? 一個星期就好了 謝謝方姐, 主持功徒 那裡有些手信, 我去台灣買回來的 分給大家 好, 即是去, 謝謝方姐… 鳳梨叔, 死好命 太陽餅 杰先生 這個DVD剛才是果欄到掉出來的 剛才這麼多, 我幫你保管 謝謝方怡 錄成隊伍嗎?給我來看看 不告訴你 好, 女為如記者一用, 視為知記者四 我們在茫茫人海裏面, 心裡知深淫 我很好運, 能夠遇到你 你拉近了, 我和爸爸的表演 你愛有了一個更好的男人的動力 女為如記者一用, 視為知記者四 我們在茫茫人海裏面, 尋應之深淫 我很好運, 能夠遇到你 真是沒辦法 奇哥, 其實以我們這麼多年的交情 你真的可否通融一下呢? 茫茫, 不是我不想幫你 但不能破壞規矩嘛 知道, 但是… 算了, 我也不想你難做 杰姐找我什麼事? 茫茫沒什麼事吧? 茫茫來找我, 說她本來訂了迷藝館 但人家不知道什麼理由 不能給她一個期 所以她來找我, 看這兩個月裡 看看有沒有期讓她做花木蘭 那你能不能幫幫她? 除了你們訂外 現在我們的下半年的期限已經滿了 不知道她有沒有試過找其他地方? 香港的場地很少 她現在才說訂哪個地方 給她一個星期限 聽你們說, 如果出得起錢 也有機會有人讓我期限出來 出得起錢嘛, 江湖傳聞 說他們和我班主有艾薩 現在有班主山水喉 那…茫茫在桃花木蘭不是凍過水嗎? 你拿五十萬做什麼? 對, 我想把自己存在的資助艾姐開戲 傻瓜, 人家有班主嘛 要不你資助呢? 他們和班主好像是一些艾薩 那班主不肯再拿錢出來 那這些是她的事了 那個艾姐 她不是還有面子開口問你借錢嗎? 她沒有跟我借, 是我自願的 不行 為什麼? 傑, 你知道為什麼我這麼久都不開花木蘭 給她掛頭牌嗎? 因為我們劇團沒有多餘的錢去浪費 財政的事你從來都沒有理會 你不知道 其實我們劇團的資金是很緊絕的 長租, 燈油火納, 伙計工資 保險費、雜費 加起來是去了我們收入的一大半 每一天我都在這裡左省右省 才可以維持到我們劇團的運作 其實我們每個月都在忙 對不起, 芳衣 我不知道你這麼辛苦 傑, 我們這個劇團 是靠你一個人撐住的 芳衣, 有多少人進來是看她嫌嬌 要我虧錢給她掛頭牌, 我做不到 但是她現在和靚劍仙合作 一定有看頭的 靚劍仙? 四十年前就差不多了 現在人認識她是老鼠 阿茂我認識她 傑, 生意的事你不懂, 我不怪你 但是細肚險惡, 我不可以不提防 你以為我想每件事都這麼計較嗎 我們背著一個這麼大的劇團 不容易的 如果我的帳戶是拿得不緊的 外面的兄弟姐妹就會沒飯開 沒租交的 阿茜那些事你別管了 也不輪到你管 她自己做出這樣的決定 就能讓她自己負上責任 芳衣, 我還有一個請求 什麼? 因為現在百惡騰貴 我想加薪 多少? 一萬 不過我保證 十年之內 我都不會要求加薪 她這麼多人說的 好吧, 多謝芳衣 本生挑撻任情中 情依家隆 早知愛戀方 愛思悶空 手臉花頭情夢靜隆 阿杰, 你今天不明白狀態 是不是有什麼事? 最近有些私事在煩 一人計短二人計長, 你不介意的 說出來, 讓我和你分擔一下 大田先生, 我知道是唐突了 但我真的很想和你借五十萬 你和我借五十萬幹什麼? 我想知了一個和他拍開檔的花彈 開花無難 你問我借錢和別人開戲嗎? 這是他畢生的心願 我真的很想和他還了這個心願 我問過芳姨 她說劇團沒有多餘的錢 她沒理由騙我的 你這個別說 其實一個離開你劇團的花彈 是不是真的這麼值得 你這樣去關照她? 我和艷姐拍檔也有十年了 她是前輩教了我不少東西 我真的把她當成我半個師父一樣 在劇團裡面, 每個人都當她是公主一樣 那就是說遷就她了 新高的班主遷就不到她的話 配合不了她, 她就發揮得不好 她那樣高要求, 一定很不開心、很淒涼 那也關你的事 大田先生, 這五十萬 我會逐個月還錢給你 我會每個月還二萬元 不是, 省一點的話 我可以還二萬四元給你 你不介意我直接說吧 我做人的原則 你不想跟朋友有錢銀上的瓜葛 不過為了你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點時間考慮一下 好, 我等你答覆 伯父, 我找人查過了 溫雪艷真的離開了笑天劇團 另外的組織 他們第一台戲就是花木蘭 但聽說最近他們在跟班主鬧意見 所以班主不肯再付錢 這件事是真的 只是蓮玉秀芳他不想給五十萬 阿杰去投資這個虧本的生意 簡潔又想? 終於是時候找人提醒簡潔了 那問誰? 現在簡潔最信除了他的經理人之外 還有誰? Duncan 不過… 不過因為他太忙了 所以難落了簡潔 伯父, 我有種感覺 Duncan並不是太喜歡簡潔 他是不是真的喜歡他 想知道很容易 爸爸, 你找我嗎? 是, 你和金山合作的夢魂山莊 搞得怎麼樣? 很順利 努力做事是好的 不過有時候要調動自己的時間 爸爸 爸爸, 我不明白你的名字 細田先生, 這是晴天半島的地契 這張地契 爸爸可以隨時轉名給你 謝謝爸爸 不過有條件, 是你結婚之後 你想我和阿簡潔結婚? 你也不用了, 阿傑是個好女孩 況且爸爸現在年紀大 我真的沒時間和你照顧孫了 爸爸, 我和阿簡潔仇惑都沒有一撇 我麻煩你了 如果你真的喜歡人, 積極一點 不要經常不吵 爸爸, 我最近真的很忙 而且簡潔是慢熱的 我們要花很多時間 不要說爸爸不給你提示 現在他很壞, 你幫他 如果你和阿琪祖伸出援手 勝算很高 好, 請你再叫我們 細田先生, 兩位慢慢選好嗎? 有什麼吩咐再叫我們? 你怎麼帶我來這裡? 你看看喜歡什麼戒指 我不是很明白的 爸爸說你需要五十萬 這裡五十萬 謝謝 你應該知道爸爸很喜歡你 我也喜歡你 五十萬對我們來說是區區小數目 但是就不是每個人問我們 我們都會借 我明白的 每個月我會準時還錢給你的 那你又不用說 你當了我太太, 是我的人 你用我的錢也應該 來, 選你戒指 多貴也沒問題 爸爸會賣單 你的意思是 對, 我拿了這五十萬就要嫁給你 你搭台板搭了這麼多年了 是時候休息一下 我從來沒想過放棄語劇 你不是想要一輩子大戲嗎? 你想想, 你嫁給我之後 每天做的事就是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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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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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education 你感覺是什麼意思? 不是不想 Wonderful 不過這倒是 一個年自己 news zas debts 都不知道的人也在這裏 我知道我有幾多資產 我又有三十多萬 傻人 你這個資產怎知道這麼少 你知不知道你經理人 在用劇團的錢 就是辛苦苦的錢 在世界各地賣樓 不過我想, 保姨當然是你的名字 她是不是剛去完台灣? 她是去放樓套現 你猜她會不會想要走路? 不會, 方姨是不會騙我的 你知不知道算數 以你一個這樣的粵劇老觀 一場粵劇應該是十二萬到十五萬 你一年應該做百多場 就是說你一年起碼賺一千多二千萬 那劇團怎麼會連十萬都拿不出來呢? 你和我結婚之後 你經理人這筆帳 我會找律師幫你收 不過你不用擔心 就算你的身家被機人吞掉 你嫁給我之後也不優勞一輩子 你不是還要想嗎? 你今年三十八歲了 你和我結婚之後馬上幫我生兒子 你是高齡產婦 我們都不嫌你, 你應該去反應吧 你應該去反應吧 讓我考慮一下 你不是想要整輩子做大戲吧? 你嫁給我之後 每天做的事就是吃、睡、中午茶和購物 你今年三十八歲了 你是高齡產婦 我們都不嫌你, 你應該去反應吧 你的身家怎麼知道這麼少呢? 你知不知道你經理人 用你辛辛苦的賺錢 在世界各地買樓? 不過我想沒有一家是你的名字 以你一個這樣的粵劇老官 一場粵劇應該是十二萬到十五萬 你一年應該做百多場 那就是說 你一年起碼賺一千幾二千萬 那劇團幾乎連五十萬都拿不出來? 你一年起碼賺一千萬很多 別看了, 先吃飯去煎吧 胃不舒服了 來, 快點吃 謝謝芳醫 她是否剛去完台灣? 她是去放樓套現 你猜她會不會想要走路? 不會,方姨是不會騙我的 好了…休息一下 坦白,不要亂住 謝謝方姨 看看她有一身大汗 我們…有腳… 有腳… 什麼?杰姐撞我車進了醫院? 我現在過來,你們先看著她 她想吃 只是說腳斷了骨 其他話媽媽都說得不清不楚 我先走了 腳斷了骨,手尾很長 她是文武森 不知會不會影響她以後上台演戲 你這樣求婚? 我已經買了整間珠寶店的戒指 任她選擇了,也不夠誠意 你用這種語氣 你每次談生意多一次求婚 爸爸想我快點結婚 我對著簡傑就老鼠拉龜 就唯有用最有效的方法 就說快刀斬亂馬 簡傑不是你以前追過我的女朋友 銀彈戰術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就沒有她的錢 她之前也沒說不好 是後來我跟她說 她經理人騙了錢去買樓 然後再挖一挖,才回去考慮一下 你連經理人記得跟她說了嗎? 我是提醒她嗎? 你在她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之下 兜頭被這麼大的打擊她 她是成年人 什麼呢? 你根本沒喜歡過簡傑 不可以這麼說 應該怎麼說? 因為田男豪喜歡她 想娶她做媳婦 你們投其所好就去追她 你們由始至終都沒有愛上過簡傑 我對她有一定程度的好感 若然我不會娶她 只不過是我不相信愛情 細田先生,咖啡 先喝咖啡吧 謝謝 根據研究 所謂的愛情只比我們人類腦裡的 多巴胺產生了化學作用 男性來說,由冷靜到冷卻 維持大約三個月 我不想因為三個月的激素 影響我之後的三十年的生活 你計算這樣,沒理由不明白 那就是看來簡傑撞車是間接由你造成的 她撞車關我什麼事? 簡傑手車一向都差勁 我一知道她發生意外之後 馬上轉她去私家醫院 還轉到頭枕房,我也算會做的吧 是嗎? 簡先生剛剛做完手術,現在睡了 她的家人都走了 不如你以後再來看她吧 那個病人現在睡了 你進去看她也沒意思的 不如你讓她多休息一點吧 不如你打瘋了 你進去看她的 你進去看三個月 我自從她入崇拜 他見不去看她 你進去看她的 你探了簡傑沒有?他怎麼樣? 我去到他已經睡了 Duncan有沒有在這裡陪人? 是時候洗澡了 阿Dee…Duncan是不是做了什麼壞事? 那個臭小子憑人家求婚 浪子終於肯成家了 本來向女人求婚是一件很浪漫替黑的事 但是那個臭小子弄得像一宗買賣 還找人揭穿經理人之前穿他跪洞底的事 以為人家因為錢而嫁他 簡傑就受不起刺激就撞車了嗎? 我說他根本不是真心喜歡人 最激氣就是說什麼歪理 說愛情是激素的化學作用 真是離譜 他自小就沒有了媽媽 他沒有愛也沒有人教 所以就不知道什麼叫愛 那我呢?我自小就沒有媽媽了 那我又會… 你又怎麼同? 媽媽,你雖然沒了媽媽 你有我這個充滿愛心的姐姐 那倒是,所以我就開心得笑醒了 你和你老友有沒有為了這件事翻臉? 我分得很清楚 拒洛簡潔之間的事 是不會有在我們兄弟倆之間十幾年的交情 那倒是對的,你也沒什麼朋友 所以每一個都要好好珍惜 所以,不就有你一個幫阿丁十個嗎? 當然了 忘了,跟我來… 來… 幹什麼? 我幫你賣了一件事,來… 你看 你用了? 覺得怎麼樣? 鮮艷了一點,不太適合 當然不是我用了 我幫你買來送給Irene的 你真是沒心肝 人家快要生日了 公司這麼多人 我怎麼可能逐個生日我都記得 別人你忘了就算了 不過Irene這麼幫得了你 為你勃心勃命 是為公司而已 一年只有一次生日 人家一年有兩次生日嗎? 人事上的,你幫我做就不用我自己做 我做和你做就差得遠了 這條絲巾就當是你買的 我就是不想她多想 那就是說 你也知道Irene的心怎麼對你 其實她對你,大家都知道 不過她很有分寸 把私人感情轉化在公事上 只是這一點也值得你對她好一點 好 幸福生日快樂 快點許願唱蠟燭吧 幸福生日,送給你 謝謝 很漂亮 是,很漂亮,我很喜歡,謝謝 不如我們拍張照片吧 好 我幫你拍 好,來 完成了,看看 你是甚麼 你手機的解像度是一般的 而且那款都過了事了 不是呀,手機也不知道多好用 不是人人像你一樣要追新款的 是呀,Irene,先切蛋糕吧,我去拿汽水 阿Dee幫我走 我們把禮物送給你 你真的忘記了嗎? 記了甚麼? 是她前年生日,你送給她的禮物 對呀,也是你選擇的 更好說,就是因為你送的 所以她用得這麼舊也不捨得換 我相信,我先拿汽水吧 Duncan,安排好了,明天見 Roger,你記得明天我們11點 將萬總上華麗居替示範單位嗎 我通知了那邊 你生病,吃藥吧 沒事 而且你早半小時先打點一下吧 我明天要見客 過幾月前就要入住了 華麗居那邊我另外叫人去 你別叫不知道不知道的人 來招呼我們的貴賓人 你自己來吧 好 急什麼呢?吹到我這麼急 早到了,早了兩分鐘 又是你說的 萬總最不喜歡人家遲到了 不就對了 我已經早半小時前叫人家打點了 還不見人? Irene,Roger呢?不見她嗎? 她見面出門口嗎? Roger沒有回公司 她說有些事 不過她說過會準時去你那邊 來吧 對不起 剛才見完醫生 那頭很難切車,我跑過來而已 你不是今天早上一早起床才知道自己不舒服 你昨天不去看醫生 你明知道今天我們有個重要的貴賓人要招呼 其實是我… 別說了 辦總到了 辦總 到齊了 謝謝 這個示範單位有設計 導師功,我都很滿意 滿意吧 我這個兄弟很厲害 所以我們跟著來的項目一定要有他 這裡一共用了多少工人 用了多久的時間 是呀 滿山下了命令 我們小的只負責執行 這裡四個示範單位 二十個師父同時開工 每人做了三十工 一個半月之內超額完成 你們香港人說的,快、漂亮 我今天收到夢幻山莊的報告書 這個項目將會由我們晉鋒泰 萬總間公司和少津建設三間公司一起合作 亦是我們今年的重點項目 這次我打算把匡恩和夫滿一起合作 夫滿和我們晉鋒泰 已經有太多業務上的往來 從會計角度來看,在處理上會有點複雜 相對地,風險也會較高 明白的,Winnie 你做會計出身 是會在小的眼睛 這麼大的合作項目 小心點的話 我想對所有股東來說都會好一點 那就簡單了 由我和阿康開一間新公司 負責夢幻山莊的項目 那些帳目就簡單乾淨又易處理,對嗎 是的 為什麼呢? 剛才Winnie在這裡,我就不方便問你 你到底仇什麼? 不是,我在想 要另外開一間公司的話 我幫我們沒有觸覺的流動資金 之前幾宗工程,我們已經付款了 一下子,怎麼收得回來呢? 我以為你仇什麼,那就簡單了 新公司要用的錢,我拿出來才行 那就行了,那不如新公司由你獨資 然後判給我們富滿做,那就行了 那就是你幫我打工? 房子好了,兩兄弟拍攝照,有錢一起賺 賺到錢之後,你還給我便行了 做兄弟無所謂 不是,兄弟還兄弟 做生意要均均均均均均的 你怕我相信你嗎? 你別這麼老了,滿城匡 好了… 有法通訊息,一本賣利 我用新公司的名義 在銀行開了戶口 有關的文件在裡面 謝謝 還有事找我? 其實我覺得這個項目是細填衣服 表面來看,好像我們全都穿了 但我始終覺得做生意應該正統一點 對不對? 我參加這個項目 不是因為我預見到有利潤 而這個項目對Duncan來說是非常重要 作為朋友,我想和他一起共同進退 但經過那次他幾乎要坐牢的事 你對他的作風沒有任何質疑嗎? 有誰還沒犯錯呢? 我還是覺得你對Duncan有偏見 我反而覺得你的感情容許了 算了,這個話題 我暫時不討論下去了,好嗎? 怎麼樣?田先生,有什麼貴幹? 萬總剛打電話給我 他很心急想看你的設計 剛才落成,哪有這麼快? 那你沒時間跟我去萬總的廠商參觀 我也想 因為萬總的AC牌 抬入生產不到一年 我怕你的品質不夠穩定 放心,雖然萬總這次都是股東 但他的廠商的出品 如果不好的話,我也不會用的 好,那我你的共識就行了 你上去,記得好好觀察一下他們的品質 沒問題 你之前收到我傳給你的資料 你清楚知道我對他們產品的要求 知道了,歐盟標準了 我們公司第一宗生意 沒有打出十二分精神 嚴導清清楚了,自簽合同 行了,交給我吧 好,靠你了 好,來吧 杰姐,你再不出院了 花和果蘭麥牌都出去走廊了 支持者真的很有心 每天都拿很多湯水上來 我們上來這麼久,你就寫這麼久 你不累嗎?休息一下,待會再寫 支持者這麼有心 回幾個字給他們有多辛苦 小姐,外面有一群記者來了 說想跟簡小姐做訪問 但是我們醫院規定 記者是不能進入房間的 麻煩你們找人出來招呼他們 好…不好意思,搞到你們了 不要緊 芳姨,要不要我出去跟他們打招呼 當然不好,你這麼不方便 行了,我招呼他們行了 芳姨,這個怎麼樣? 這麼久的生活,會不會有更大氣 別急,別急,坐下… 坐下… 先坐下,辛苦了 這裡有些水果,大家分了它吃了它 謝謝 大家吃點水果潤 好,再問吧 芳老闆叫我代他向大家說一聲多謝 他真的很感謝你們這麼關心他 因為對方司機所說 這次撞車,是曲小天不對,是嗎? 誰不穿也好 最重要是人沒事吧 傳聞曲小天會嫁進鋒太太子 對我所知,曲老闆暫時沒有結婚的打算 你是她經理人 如果她嫁了人做小奶奶 就可能退出劇團 那你就變成沒收入了 女人結婚了,就要放棄事業嗎? 這個想法真是太過時了 我相信如果曲老闆真是結婚的話 她是有能力,家庭和事業都兼顧得很好的 曲小天是文武申,這次腳傷應該影響到她台上的動作演出 你讀醫的? 不是 醫生都不知道的事,我們又怎麼知道呢? 其實大家都不要太多揣測了 曲老闆這次的腳傷不是什麼絕症 只要她安心休養 我想,勤力點去做物理治療 我相信她很快就會痊癒了 至於她會不會嫁入豪門呢? 這些這麼遙遠的事 不如等她康復之後,我們再跟她談過吧 今天我先回答這麼多 因為我劇團還有些後來要處理 這些水果不能等的 大家努力點,吃光它 謝謝…辛苦了 謝謝… 你別以為你買外賣給我吃,我就不恨你 我明天一起去南丫島拿靈感 你自己一個去 那你傑姐出了事嘛 我擔心你多事搞,多事煩,就自己去吧 我拍了很多照片,你慢慢看 真棒,住家煲的意米水 果然和愛邊的不同,謝謝 你怎麼搞的 是媽媽煲了一整鍋給我 如果我喝不完,我就請你喝酒 不知道要先停下來 下次阿里煲開的時候 跟她說羅漢果我也可以的 你也挺老神白氣的 你待會是不是先見客 載我回公司了? 這樣嗎? 你喝了一整鍋二米水 不是這樣也不行嗎? 不是,客人那裡拍不到車 我打算繞完你回公司之後 那裡附近哪裡可以拍到車呢? 這樣,反過來 我先繞你去客人那裡 然後我直接把車拿回公司 給維光就可以了 你真是善解仁義 喝完了 餘了這麼久,石頭也有感應嗎? 你說話嗎? 細田先生 傑姐住了醫院這麼久 她沒有來探望她不僅僅 連張慧文卡也沒有 反而她爸爸又果纜又慧文卡 你說過不過份? 我真的不知道她不是真心喜歡傑姐 聽老闆的語氣就不多一次了 她跟你說什麼? 嚴格來說,她不是跟我說的 她那晚怎麼去洗澡? 我就洗了 去到洗澡房間的時候 我拿一批東西,就回去 就不小心聽到她跟我姐姐說 細田先生向傑姐求婚 求婚?為什麼傑姐沒有跟我說的? 我想她不說的原因 是因為整件事一點也不浪漫 你很原本告訴我 究竟發生什麼事? 她說什麼事? 今天我來吃喝潮 我姐姐愛你 是否表現 想她說什麼呀? 我姐姐很喜歡 我不想自己 你有沒有想不到 我姐姐有可能 你姊姐有可能 我姐姐的 我姐姐有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